欢迎收看小翔说足球 巴萨斯战四 胜机12分高居榜首 领先第二名 尤文图斯3分 双双携手出现 此一对手基辅 迪纳摩基1分 排名第小组第三位 费伦茨瓦罗斯基1分排名垫底 巴萨队长梅西 魏晋大名单 库蒂尼奥 布莱斯维特 佩德里 阿莱尼亚领先首发阵容 格列兹曼 登贝莱则坐在了踢股旗上 上半场 比赛双方均无剑术 以0比0的比分 进入中场休息 下半场比赛继续进行 第52分钟 布莱斯维特送主攻 德斯特小角度 破门先拔头筹 巴萨1比0领先 第57分钟 巴萨脚球机会 明格萨头球摆路 布莱斯维特门前 电射破门得分 巴萨2-0 第70分钟 布莱斯维特 禁区内倒地 裁判判罚点球 布莱斯维特亲自操刀 主罚命中 巴萨3-0 全场捕食阶段 替补登场的 格列兹曼禁区内 一脚竞射破门成功 巴萨4-0 全场比赛结束 巴萨克场 获得一场大胜后 挺进欧冠16强 虽然对手实力偏弱 但一场四球大胜 还是令巴萨上下 非常兴奋 布莱斯维特 二摄一传独造三球 无疑是获胜的最大功臣 没开二度之后 布莱斯维特激动地握拳 怒吼疯狂庆祝 教练喜上 科曼诡异地笑了 另一个好消息是 格列兹曼 终于进球了 本赛季格子的个人数据 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他也被科曼经常性地 按在了替补席上 本场比赛 终于打进一球 格子激动地 跳起了舞蹈 尽情释放着 内心的兴奋之情 巴萨本场比赛 派出多名U23小将 首发阵容平均年龄 只有24岁 这也是对史上 自2011年以来 最年轻的欧冠首发阵容 包括20岁的德斯特 21岁的明格萨 22岁的阿兰尼亚 20岁的特林康 18岁的佩德里等 即便如此 缺少梅西的巴萨 还是获得了一场大胜 赛后球迷们 纷纷调侃着表示 真是活见鬼了 巴萨的欧冠积分 超过联赛了 欧冠四场比赛 积12分 联赛踢八场比赛 才积了11分 这篇足球新闻 播报完了 我是小强哥 欢迎点击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